许安直专访 让人生慢慢发酵 没有超能力也能当温柔的英雄 许安直一开始演戏 表现就很亮眼 第一部作品 悄悄大放异彩 夺下台北电影节最佳新演员奖 隔年以不同表现的 三角犯罪 入围电视金钟迷你剧集 电视电影女配角奖 在风光背后 许安直对于未来相当焦虑 走出山林之后 就要勇敢面对这个世界 许安直说 我对负面的评论没有那么在意 还蛮会自嘲 觉得这一切很幽默 甚至会有点开心 不过 开朗少女画风一转 即便不在乎外在评论 却盖不住内心不断传来 自己为难自己的声音 我可能太想把事情做好 就会一直反省自己 身为一名演员 许安直为了能不断向前 巴不得所有的考验 挑战都来 转变成动力 可是网内自行的过程 对自我不断扣问 要求 质疑 却又让人忧意不前 其实我的表演生涯很多时候是犹豫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我不太确定自己的特色在哪里 带着若停若走的困惑 许安直走进山林 脚步一步一步的往前 脑袋一点一点的思考 直到有天发现 原来她在逃避 我以为我只是纯粹的喜欢 山林 后来却发现 那是一种心理上的逃离 我想要逃离人 逃离自己 逃离很多不想面对的事情 山林从来不说话 却又说了很多事情 体悟世界很大 自我描笑 许安直想通后 觉得是时候面对了 有一天 我突然觉得 够了 最终还是要面对 不能永远都在逃避 从容拥抱自己的特色 不执着成为好茶 决定面对的许安直 开始用于尝试更多角色 她在 茶经 饰演茶师山妹 在那个未曾有过女性当茶师的年代 山妹必须证明自己撑得起这份工作 同时报答赏是她的张家恩情 我觉得山妹真的很特别 很亮眼 很吸引人 她有一些神秘 一生玄命 我一直很想挑战职人角色 特别想争取演出 成为山妹的许安直 为了演好内敛角色 除了持续让自己晒黑 学习课语外 身为一名茶师 品茶到制茶 通通都是课题 我是一个必须做足功课的人 我是一个必须做足功课的人 茶师的姿态 让茶拾手的动作 都是非常需要练习 为了让自己快速适应 她从剧组结出家里 并用走的带回家 为了感受过去的人 如何拿着制茶工具走路 利用从公园摘来的树叶 反复学习如何拿捏茶叶正确的量与力道 因为山妹面对茶的时候最自在 所以许安直就更应该好好认识茶 许安直说 我跟山妹一样 都是喜欢聆听胜过说话的人 山妹的心态有如茶叶慢慢舒展开来 进入梦幻的地方工作 刚开始会紧张 犹豫 不确定 但我相信她当年在深山里做茶的时候 一定很常幻想 要做到更好的茶 加上她学习到张家人做事的态度 才一步一步累积成后来更自在 更勇敢的样子 爬出痛苦的无底洞 努力让身边的人快乐 从主观的角度看 许安直说 山妹这个角色 是她演过最有力量 也最温暖 这让她每天都好快乐 我觉得山妹是个很专一的人 对于工作 爱情 家庭 有了一个她相信的事情或目标 她就会去做 我深刻的感受到 不快乐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会向无底洞爬不出来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快乐 然后也可以让身边的人快乐 面对快乐 许安直也想学习山妹的专一 我想要变成一个很强的人 希望身边的人都很好 我要先让自己变强变好 身边的人也可以一起变得很好 我就会很开心 对她而言 当个温柔的英雄 似乎就是答案 我最近看 我的英雄学院 剧中男主角其实是没特殊能力的人 所以她下了很多功夫 脚踏实地去当英雄 没有超能力 那就一步步找到可以当英雄的练功心法 采访撰文 吴宇轩 责任编辑 朱宇安 声音编辑 黄惠美 感谢TDSMaker技术支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